接下來幫很多男士朋友 問一些大家想知道的答案 文婉已經離婚十二年了 這麼長的時間裡頭 沒有遇到一個 你覺得不錯的對象嗎 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那個男生 就是我覺得當時就 我在問他耶 對不起 因為那個男生我見過 好啦 開玩笑 他是講之前 沒有 我是覺得 因為是我跟前一段的 婚姻的結束 我覺得有一個 這些經歷零零種種 因為我前一段婚姻大概十年 其實他給我一個很大的 一個應該是說一門功課 當然我學到很多東西 什麼東西就是說 當這個人在你身邊 他到底有什麼功能性 他功能性在哪裡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點現實 可是我覺得這個其實 也是婚姻的本質 你有特定限定的功能嗎 還是你要全功能 沒有 全自動 因為應該每個人 都不同的功能 對 不會賺錢的可能會陪伴 或是會請訂 或是很會煮菜 都沒有 我跟你講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到目前為止 我至少沒有看到 然後我覺得 然後再來 應該是說反向來想好了 我會告訴我自己說 我真的需要 我真的需要一個男人 那現在他在我身邊 那他的功能性是什麼 我發現我不需要 這樣一個人的存在 應該嚴格來講是這樣子的 因為已經完全都充足了 我非常的富足 富足到 對 我富足到包括我的內心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事 因為我有一個女兒的陪伴 所以我前一段婚姻 其實最大的收穫 就是那個女兒 對 所以我整個人是很富足的 所以嚴格來講 應該是仔細地說 我現在單身 那如果要真的找一個人來 那他的功能性是什麼 基本上我想不到 那其實過程當中 你說有沒有吃飯 然後其實看看電影 或者是約約會的對象 其實當然有 我也覺得說 不應該也給自己一個機會 那其實那個大概是 我在揮單後的三四年之後 因為身邊有一些人 會有一些示好 然後會釋放一些訊息 你是了解的 那我其實要去跟人家吃飯 都很困難 因為我個性使然 我也比較拘謹 然後也比較小心 那我願意去吃飯 代表有 有 應該有點好感 那我曾經有一個男生 我就是覺得他感覺 讓我感覺那個 時事場還滿不錯的 那我覺得說那就可以 他又有吃飯 我們就去吃個飯 後來在吃飯的過程當中 我就 因為前面有聊過幾次天 然後我就覺得不錯 可是那次吃飯讓我真的 我傻了 他做了壽事 就是在過程當中 我就發現說 他怎麼會 就是你會 就是不斷地聽到 就是他在吸牙縫的聲音 就是 用氣剔牙 沒有 就是還會拉長 就這樣吸這樣 很大聲 很大聲 在你們吃飯的過程 過程 然後就吸喔 然後我就想 這是在幹嘛 那我就很清楚 他應該有東西卡在牙縫 然後他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一人再 再也再 他吸不出來 後來他乾脆 後來沒有 其實真的沒有 然後他就直接後來 鎖性就用他的指甲 去這樣子去把那個菜拉出來 然後你都目睹這一切 你目睹了這一切 我目睹這一切 沒有遮 沒有幹嘛 然後拉出來之後 又塞回去把它吃掉 我一直在那裡 踩到雷了 這就是雷 這個真的是大雷 然後我先想說 可是他很節儉啊 他是遇到一個 這麼漂亮的女生 舉手足無措 已經忘記要幹嘛了這樣 不是 沒有 這太難幫他解釋了 不行 下一個 那個對不對 很難嘛 然後下一個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呢 其實我是覺得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畢竟是 檯面上的人 人家認得 然後那個男生 也讓我覺得說 也是我覺得我有好感 然後我就覺得 OK啊 吃吃飯看看電影 什麼之類的 然後後來呢 其實大概第三次之後 他是一個公司的一個 小老闆 就是感覺就是事業 也滿穩定的 然後後來呢 你知道第三次 他就跟我提出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要求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呢 親一定知道 我們的雷達其實很敏銳的 其實我跟你其實 還沒有很熟 他就突然講說 我這個禮拜啊 禮拜幾樣一個晚上 有一個那個應酬 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啊 大家都很想看看你 你知道嗎 那一剎那我整個那個警覺心 整個就起來了 為什麼 你知道 不是 你知道嗎 會被人家這樣要求過 為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才跟你 比方說吃飯 或看電影兩次 第三次你就提出這個要求 老實講 我對你的整個人 很深入的狀況 我並不清楚 包括你的事業 你知道嗎 其實這個很恐怖的地方 就是說你就是 你是不是把我端出去 萬一你如果有合作的夥伴 後來因為這樣投資你 因為你是 親儀耶 這個問題 我以前也曾經有發生過類似 你會怎麼去想 就是類似這樣 這個人可能只是跟你在吃飯 可能就是好朋友而已 對方可能邀請我去參加 他親友的婚禮 那我就覺得親友的婚禮 這個場子去滿怪的 那為什麼會提出這種要求 就會想比較多 你看 而且你看 可是有兩方說法 有人會說他可能是 真的是滿喜歡你的 希望你的家人可以忍 這是很好意的想法 那另外就是為什麼 那這個時間點表達 這個是適當的 但你就會想很多 我覺得很不想 而且不是 而且親友 你想 是應酬工作的場合 代表見的是他的客戶 他往來工作上面 往來對象 萬一他因為看到你 這個牽棒的關係 他覺得那值得信賴 他投注了 可是你後來跟這個男人 可能沒有走下去 可是他們有一些糾紛 這傳出去就很難聽 我當初是為了 為了你的關係 我來投資 而且我們是檯面上的人 是找得到的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會想很多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十八 十八 十九歲 或者是二十幾歲的小女生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我一個很大的地雷 那你會給他 第二次機會嗎 可是這次你拒絕他 沒有了 因為那個我就知道 你靠近我 你的動機 可能不是那麼單純 我曾經就是說 跟一個男生約好 到一個店舖 然後我們約好的一個餐廳 比方說我們就訂了六點多 然後我們要去吃飯 可是有稍稍早一點點 那我就覺得說 那我去逛一逛 然後我就想說 我很想給自己買一雙鞋 那趁那個時候 我也沒有時間去逛 我就去逛 看了我就很喜歡 那我就買了 買了之後 一走出那個店開始了 我覺得他踩到我的雷 他就開始說 我老實講 我真的我到這個年紀 我最貴的一雙鞋 頂多一萬塊 你覺得 你買這個鞋OK嗎 CP值好嗎 那你真的穿得到嗎 我跟你講對了 穿得到嗎 我看起來好像也 你應該沒有什麼 常而常穿吧 就開始了 一直講一下 重點是誰付錢嘛 當然是我付錢嘛 那他廢話什麼了 對 他踩到我的雷了 我那個沙 還沒開始交往 就開始碎唸他這一隻 這不是價值觀的展現 對 然後那時候 其實一整頓飯 我真的吃得很悶 然後我心裡就一直在打鼓 而且在低估就覺得說 天啊 我都還沒有花到你的錢 而且老實說 我其實在什麼 就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財務規劃 或者我買這個東西 我有自己的想法 你應該尊重 你怎麼會已經 才沒有認識到幾天 你完全深入到 而且想干預 那萬一我真的跟你交往了 那還得了 你可以干預到什麼程度 所以這個難得 很自然就打差 所以請你真的不用 就覺得說好怪喔 十二年你怎麼可能都 沒有辦法就是 交一個就是很大心 甚至就是說 陪伴的一個對象 很難 光是這些零零種種的 然後再來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覺得要找到一個 相當的對象 很難 就是我想問 因為你現在內心覺得 這麼富足 然後你這個見多世光 你覺得可以找到 跟你心靈 匹配的那個第二純容易嗎 很難 非常難 我覺得非常難 而且你知道嗎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的生活圈很窄 大家不要都覺得 我們好像很多彩 完全 人家都覺得工作人物的 這個好像是很豐富的 其實沒有 這樣我們就知道 我們可能就是永遠 你的路線可能就是電視台 家裡 對 電視台 錄影 中間去買個麻辣燙 好 回家 然後或者是說 每天看到就是 什麼自稱為什麼陽光少女 對不對 你也不是 不然其實也不是 不是 我意思說 你的生活圈就這麼窄 老實說真的很難去找到 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不然你也養一隻狗 我打個唱好不好 小反凡 來 其實從他剛剛的講話裡面 他是一個互為因果 從那個男生的角度來看 他的消費習慣是他的地雷 那從他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我又沒花你的錢 那你在那邊說什麼 那我覺得其實我講得沒錯 真的 你必須要很清楚的看到 那個是你地雷 你不可以忍受的 尤其在談戀愛的 那個過程當中 早一點拔腿就跑 你絕對不要留戀 因為他絕對不會為你改變的 你到婚姻裡面 你就會為那個一直吵 吵到離婚為止 所以你覺得 文婉不是太小心翼翼了 他真的是就是沒有辦法 遇到一個適合他的人 因為他很優秀 像我們都已經明示了 他根本就拿你放到 不會啦... 不會太難 就是還沒出現而已 不是 我覺得你真的 從頭到尾講那句話 真的是最體貼的話 就是說太優秀了 他真的很優秀 所謂的優秀是 因為我太獨立了 你會想找到比你更優秀 或一樣優秀的人嗎 對 就是說他一定要相當 比方說如果是一個 有格局的男人 他看到我 比方說我做這樣的消費 那他一定知道說 他夠了解我 他就知道說 這個女人 其實他是不會亂花錢的 他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從這邊也看得出來 他有經濟能力 然後而且他也沒有 他有品味 對 而且他也沒有說 那個什麼 小反反幫我付錢 小反反 我好想要一個禮物 我要許願 都沒有 我是很 反正我就去買東西 就是一個獨立 經濟自主的女性 那所以我發現 我把他打擦的原因 不是因為什麼 已經打擦了是不是 薇芳哥 抱歉 我盡力了 妳是說 把那個男生打擦 還是把我打擦 沒有 那個男生 打擦會 最主要是我覺得 你不要講到最後 我們兩個事情 真的被說出來了 我跟你講 說什麼 他解密什麼 對啊 我是覺得他的格局 是不夠的啦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 我是比較辛苦一點點 因為真的要找到一個 比較相當的 其實有點困難 對 有點困難的 OK 好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 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 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分享給你的朋友 更多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